我恋爱吗各位 嗯 你谈过你呢 谈过谈过 为什么分手啊 就是上大 实际上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很多性格或者是什么 你今天来想怎么的 就是想通过各位老师的点评 然后让我们两个 彼此之间的关系吧 能够更加明确一点 就是他现在没有把我考虑到 他未来的规划当中 因为那天 你不是听说山东了吗 为他 但是他到现在为止 都没有跟他父母提过 交男朋友的事情 这是为什么 因为我们毕业 现在虽然说时间不短了 但是也不是很长 我觉得我们的工作 也不是很稳定 然后我一直没有告诉我的父母 是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个 现在还就是对未来很迷茫 就是 是你们俩迷茫 还是你迷茫孩子 我迷茫 而且现在不提 不代表我一直不提 我是说想等一个合适的时机 等对方都稳定下来以后 再说这个事 什么时候是稳定啊 是他的工作稳定了 还是你们俩的情感 稳定下来了 对 他一直没有给我一个答复 什么时候可以跟父母去说 然后我就觉得 就特别没有安全感 那我觉得说这个事 得有一个合适的时机 去跟我父母 而且我觉得我想等 就像您说的一样 就是不论是工作也好 还是情感稳定了以后也好 可能是一年或者是两年 也就是说你承认 你们的情感和工作都不稳定 是不是这意思 对啊 也就是说你还没打算 铁了心地要嫁给他 只是交往对不对 都出前任和前任去看前任了 我怎么办 不要叫这个事不放啊 这只不过是一个小事 所以今天来是要 一个明确的态度是吧 对 对 好